欢迎来到我们的选举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 我们有几条重磅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 民主党人提姆·肯尼迪在纽约的26区特别众议院选举中战胜共和党对手盖瑞·狄克森 这场胜利暂时将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优势缩小到仅有一席 让民主党在党派议程上有了微小的错误空间 接着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乔·拜登为了吸引年轻选民 进行了一系列动作 包括放宽对大麻的联邦限制 这是他面对年轻选民支持下滑时的最新选举年策略 最后 特朗普在封口费审判中面临着罚款和监禁的威胁 这是他违反封口令和藐视法庭的结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近期发生了几件引人注目的事件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当地的政治格局 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从纽约的特别选举到拜登总统对于大麻法律的历史性转变 这些动作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季节铺路 同时也反映了政治领袖们如何回应选民的期待与需求 首先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一则 关于纽约第26选区特别选举的消息 民主党的州参议员Tim Kennedy在这场选举中胜出 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Gary Dickson 成功填补了前民主党国会议员Brian Higgins留下的空缺 Kennedy的胜利不仅是对他个人政治生涯的一大进步 也暂时将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优势缩减至仅剩一席 这给民主党在党派议程上的操作留下了一丝微妙的空间 作为一名自由派民主党人 Kennedy得到了工人家庭党的支持 在这次竞选中花费超过100万美元 并计划在2024年竞选该席位的完整任期 同时 多伦多星报带来了有关美国总统乔拜登 针对大麻法律所做出的历史性调整的报道 这一举措被视为是拜登为了吸引年轻选民 而做出的最新选举年动作 面对年轻选民支持率的下滑 这一群体对于拜登连任的希望至关重要 除了重新分类大麻之外 拜登还取消了超过20万名借款人的学生贷款 并将堕胎权力作为他竞选连任的核心议题之一 总统呼吁对联邦大麻法进行审查 并已经赦免了数千名因简单持有大麻 在联邦层面被定罪的美国人 这次大麻政策的调整 不仅体现了拜登对年轻选民关切的回应 也是他在面对年轻选民 对袈裟冲突处理和通胀问题 不满情绪下的一个政治策略 通过赦免联邦大麻持有罪和减刑非暴力毒品罪行 拜登旨在凸显这些问题对年轻选民的重要性 这一举措在政治上对拜登有利 因为全国有63%的选民 支持合法化娱乐用大麻 综合来看 这些事件不仅揭示了美国政治中的新动向 也显示了政治领袖们 如何通过具体政策来回应选民的需求 特别是在选举年里 无论是通过特别选举 来调整众议院的力量平衡 还是通过政策调整来吸引特定选民群体 这些动作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季节 构建着一个更加多元和包容的政治环境 在一个充满戏剧性和争议的政治舞台上 最近几个故事特别引人注目 他们不仅揭示了政治人物的个人行为 还展示了政党之间的斗争 以及政策变动对选民的影响 首先 《独立报》报道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 南达科他州的州长 Christie Noam 在她的新回忆录中 承认杀死了一只小狗 这位支持特朗普的政治家的行为 立即引起了喜剧演员 Steven Colbert的嘲讽和攻击 在他的晚间脱口秀中 Colbert以他特有的幽默和讽刺的方式 猛烈抨击了Noam的行为 这不仅展现了媒体如何监督政治人物的个人行为 也反映了社会对于动物权利的关注 Noam的这一行为和他的解释 无疑为他的公众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 同时也引发了关于政治人物个人品德 和职业道德的广泛讨论 接着 多伦多星报报道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恢复了新韩布什尔州代表团的席位 这是在一场许多民主党人都不知道的 第二次提名活动后做出的决定 这标志着结束了与该州因其总统初选 不再是全国第一而产生的激烈争执 这一决策背后的故事 揭示了党内规则和程序的复杂性 以及如何在遵守传统的同时 适应变化的政治环境 新韩布什尔州的这一变化 不仅对当地民主党人有着深远的影响 也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如何平衡各州利益 确保公平竞争提出了挑战 最后 雅虎美国从政治桌面报道了 拜登在选举年对大麻政策的调整 预计拜登政府将宣布一个临时规则 将大麻从受控物质法的I类调整到三类 这一举措将承认大麻的潜在医疗价值 并允许进一步研究该药物 这一调整不仅为制药公司 介入合法州的医用大麻销售和分销 打开了大门 也是拜登试图在选举年 提升其在年轻选民和有色人种中的立场的策略之一 大麻的重新分类 预计将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特别是在一个70%的成年人认为 大麻使用应该合法的国家 这一政策变动 反映了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应 以及政治人物如何利用政策调整 来吸引选民支持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政治舞台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也揭示了政治决策对社会的深远影响 无论是个人行为的道德争议 还是党内斗争和政策变动 都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在最近的法律风暴中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 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根据BBC的报道 在他的封口费刑事审判期间 特朗普因违反禁言令和藐视法庭 被法官命令支付9000美元的罚款 法官发现在检察官提出的10项藐视法庭指控中 特朗普故意违反了9项 这一判决发生在封口费审判的第三周 特朗普的行为再次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而在另一个角度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特朗普发出了一个震撼的警告 声称如果他在未来的选举中重新当选 除非美国最高法院在他自己的法律战中 给予他免责权 否则乔·拜登、Joe Biden及其家族 将面临多项刑事起诉 这一声明不仅凸显了特朗普 对于法律制裁的轻蔑态度 也透露出他在政治角力中的策略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 根据The Independent的报道 特朗普的前律师基斯戴维森 Tis Davidson在法庭上表示 他认为在2016年好莱坞通道 Access Hollywood录音带曝光后 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活动已经结束 这段录音带中 特朗普的言论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响 而这也与特朗普当前的封口费审判息息相关 检察官认为 特朗普支付给成人隐星斯托米·丹尼尔斯·斯托米·丹尼尔斯·斯托米·丹尼尔斯的封口费 是为了压制与他的婚外情指控 从而提高他在2016年选举中的胜算 这些事件串联起来 不仅展示了特朗普在法律和政治领域的风波 也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对于权力、名誉和法律正义的复杂看法 特朗普的行为和言论 无疑为美国政治舞台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争议 同时也引发了对于公众人物责任和道德标准的深入思考 随着更多的细节和故事持续浮出水面 特朗普是否能够摆脱法律的缠绕 以及他的政治前途将何去何从 都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当今的政治舞台上 真相与证据的力量不容小觑 特别是在涉及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一系列争议中 从纽约对特朗普的刑事案件 到右翼媒体中关于他文件案无罪的荒谬理论 再到民主党打破传统支持共和党中议院议长 这些事件背后的细节和发展 无不展示了证据和政治立场 在当代政治中的重要性 根据Yahoo!US的报道 纽约对特朗普的刑事案件强调了文档证据 如文本消息 除了证人证词外 在确定证人可信度时的重要性 检方最近召唤了凯伦 麦克杜格尔和斯托米 丹尼尔斯的律师基斯·戴维森出庭作证 并展示了他与当时国家询问报主编迪伦 霍华德之间的文本消息 这些消息有助于证实州政府的论点 即存在一个与选举相关的阴谋 用以掩盖封口费支付 文档证据为陪审团提供了 他们可以用来自行判断案件的客观证据 与此同时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一种 在右翼媒体中流传的 关于特朗普文件案无罪的新荒谬理论 一种谣言声称 拜登总统和他的政府官员陷害了特朗普 涉及他拥有机密文件的指控 然而 这个故事并不真实 提到的箱子 在2022年1月FBI搜查前 总统办公室时 发现的标有机密标记的材料 之前的几个月被送到了马阿拉哥 这些箱子 只是特朗普白宫留下的材料的一部分 由GSA存储 声称 拜登及其政府陷害特朗普是毫无根据的 在另一方面 根据BBC的报道 顶级国会民主党人 已承诺支持共和党中医院议长迈克·约翰逊 如果他的职位受到自己党内的威胁 约翰逊因支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以及依赖民主党票 来通过立法和延长政府资金 而受到一些保守派的批评 尽管受到一些共和党人的反对 但有了民主党人和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支持 约翰逊作为议长的位置 很可能是安全的 然而 如果共和党在2022年选举中 保持对议会的控制 约翰逊可能会面临党内的进一步挑战 这些事件不仅凸显了 在当代政治中寻找和呈现真相的挑战 也展示了政治立场 如何影响对事件的解读和反应 无论是通过法庭审判 还是公众舆论的争论 证据和真相的力量 在塑造政治景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审判中 每一天的发展都引人重目 尤其是在与色情演员 Stormy Daniels有关的封口非案件中 从Yahoo US报道的第九天审判重点来看 特朗普因违反禁言令 攻击证人 而被罚款9000美元 这项罚款是因为 他在10个案例中违反了9个 法官One Merchant 裁定特朗普违反了这项命令 并警告说 特朗普可能还会面临更多的处罚 特别是在周四听取 有关特朗普自递交违反禁言令的 初始名单以来 是否有进一步违反的论证时 与此同时 特朗普被指控在他的审判中睡着了 根据USA Today的报道 有人说 他在听取证词时似乎睡着了 有时会醒来 然后又睡过去 不过 也有人认为 特朗普只是在强烈地遵守禁言令 这样的行为 在一天之内 就遭到了9000美元的罚款 独立报对审判第五天的关键信息 进行了总结 透露了特朗普面临的挑战 与其个人生活的一些细节 在证人上台之前 特朗普就因违反禁言令 被罚款9000美元 并且获准参加 他的儿子巴伦的毕业典礼 作为一名刑事被告 特朗普被要求每天出庭 他之前抱怨 说他参加毕业典礼的请求被拒绝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法官Mary Chan表示 他将在稍后做出裁决 就像他现在所做的那样 一位陪审员也获准在5月24日休假 以便在纪念日周末之前 搭乘早班机 特朗普被控34项伪造商业记录罪 目的是 为了掩盖在2016年 大选前向色情影星Daniels 支付封口费的行为 这场审判 不仅是对特朗普的一场法律挑战 也折射出他 如何在面对司法制度时 保持其独特的形式风格 从被罚款 被指控睡觉到或准参加家庭活动 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 特朗普审判的多面相 展示了这位前总统 如何在风波中寻求平衡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